好 最后一节 好 第五节 最后一节 之前也说了一些比较大议题 就专注一些个别公司 一些比较有趣的新闻 首先就想说一下 很多人如果有持续的话 现在都会有点哭 但是我想大家 你说是Softbank还是阿里巴巴 可能两个都哭哭的 我想香港就没有多少人是持续这个Softbank 阿里巴巴就会持续的 但是也没有人会持续 这位途中这位孙正义 没有人就会持续那么多 Softbank本身持续多少阿里巴巴呢 应该持续24.8% 最多的时候 如果大家没听过 那都很快就重复一下这个传奇 那当然呢 20年前阿里巴巴 就是这个 还是一间 没有人认识的公司的时候 那孙正义呢 用了多少钱呢 用了2000万美金 去入股这20多个%的 那当然就不得了啦 那阿里巴巴的持股呢 就是这个Softbank 在阿里巴巴的持股呢 最高峰的时候的价值呢 是198个billion的美金 差不多接近2000亿美金 那2000万美金 变成2000亿美金 就是升了1000亿美金 真的夸张 就是你说 这个是不是一个 投资史上一个最好回报的一个投资呢 不知道 但是肯定是 如果你说要投资2000万变成2000亿呢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就不知道 可能阿诚哥 就是讲开就讲 就是那些人说阿诚哥 头那间什么AMTD 就说他赚很多钱 但是大家也要看清楚 阿诚哥其实现在出来澄清 其实我十年前都已经卖干卖正 现在只得了3%多 就说我又博中一只Zoom 我没那么厉害 但是那些东西又是很神奇 他凭什么比Golman Sachs的市值 我真的不认为 真的匪夷所思 我都觉得 我只可以说 货源归边的威力是很厉害的 Anyway 大家看回这幅图 先讲回阿里巴巴 最高的时候的价值是198 billion 但是阿里巴巴的股价 发生什么事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到现在 就是65 billion 依然是很多钱 但是水瓜打狗就不见了一部分 除了要看这个数字之外 大家也要看看颜色 那这个颜色是什么呢 这个上面这个 淺蓝色这个 就是它所谓的 entered into一种叫做 prepaid forward contract 就是说呢 我现在呢 就将这些股呢 就买给你 你先给一些钱我先 但是我还没正式买给你的 但是我先收好一些钱 那到期如果我不把那些钱还给你呢 那那些股就是你的 那其实有点像是抵押的一个 就是抵押股贷款 那这个就是如果在一些银行间的借贷 就比较常用的一些叫做reprurchase agreement 有点类似这样的概念 就是我先收他们的钱 就是我先给一些股票 但是我会有协议 我会买回的 但是是否责任的协议 就是我去决定这样 那之前呢 的占比也不是很多的 但是看到现在 65个billion里面 就是占了大部分呢 其实已经是做了这个 就是pay forward contract 那另外还有一个再钱 这蓝色这个呢 就是margin loans patch for margin loans 那这个就真的抵押了出去的贷款 那至于一些没有 就是没有任何协议的股份呢 现在看到的百分比 已经是剩下很少了 那如果他 就是刚才都说了 他本身持有的股份是 14.8% 那如果他在两年之后 现在他大部分的股份 就是2.13亿 就是2.13亿 就是2.13亿股阿里巴巴呢 就是会 就是会 进入一个两年的 prepare forward contract 这样的 那如果两年之后 他不负回这些股份呢 他的持股 将会降低 过10% 那 就是变相呢 就是 有机会是已经减持了 这个阿里巴巴了 那减持是不是代表 他纯粹是因为他 看淡阿里巴巴呢 那这个 我不可以说 一定不是 但是也不是完全的 整个股份 因为本身呢 soft bank 那都是 都大件事 基本上是 因为除了阿里巴巴之外 大家要看一下 他选了什么好东西 哇 有一个叫WeWork 就是WeWork 很多钱 也不仅是WeWork 那其实他 投了很多初创企业 那大家都知道 近这大半年 初创企业都 就是 都 大家说得出名的那些 都知道 就是 不方是表现有多好 那还有很多可能 尤其是在中国 那现在有了滴滴那件事 我想初创企业 那个的valuation 应该是跌得很厉害 那所以 Vision Fund 在近这半年 或者12个月来说 其实 那个 fair value adjustment 可能的亏损 也是一个很厉害的 那所以 这次阿里巴巴要 就是 变相是买 应该是soft bank 变相是卖股 就是 卖了一个 它最能够套现的一个资产 因为其他 它投了很多 这个Vision Fund 投了很多都是 初创企业 没有那么容易去套现的 那阿里巴巴就变成了最容易套现的一个资产 那 但是阿里巴巴又 都算是这样 可能 之前实在 股价都已经跌得比较多 那所以 今天都还升了5% 反而这宗新闻出来了 因为 可能 刚刚也公布了业绩 那业绩就比预期中要好 所以今天在香港的时间都升了差不多5% 现在在美国那边 也都是继续有 有升少少的 都 升了 0.0% 不是算太多 就是 起码没有跌 但是 我很难想象 就是 竟然 那个影响是没有那么快的 因为 他刚才都说了 就是 那个 两年 是 两年 所以如果两年之后 他不熟悉 到时 买那些 接货的人 应该就会在市场大举抛售 到时 股价应该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你想想 那里差不多15%的货 那当然是很夸张 但是 暂时来说 是没有这个股手的压力 嗯 但是其实 我觉得整个故事来说 当然 你都 就是 阿里巴巴 也都说舒正义 老实说 他 阿里巴巴 绝对是 他点石成金的 一个代表作 但是 这个也是 就是 带出了一个 挺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 有时候 就是 就是过去都 屡见不爽的了 OK 就是 你一个 的一个 我不要说 你叫做 屎不撞棍的一个 就是 就是 一个 迫的 利益 其实 是很可能 是 种下一个 很 恶的 恶劣的 是一个因子 是令到你 以为自己是 真是 点石成金的 一个 就是 高人 于是 你就会 可能 在其他项目来说 我也觉得自己是 无所不能的 OK 就是 你也是 可以呼呼唤语的 其实 就是 看回很多的一些报道来说 就是 就是 孙正义在他 无论是 Vision One 就是 他 当他成立Vision One 的时候 他没有钱的时候 那些人是 就是 撲起来的 就是 那些 譬如说 沙特阿拉伯 什么UAE MBS 是的 你数得出的那些 就是 主权基金 在家里 都直接抬了钱 去 去参与 那样 那他 Vision One 当然 也是 在他挑的项目当中来说 一些人也是 就是 纷纷向他敲门 当然 他也 就是 大耍金钱 那样 那时候就是 最意气风法 OK 好了 后来 那 早两年的时候 就想出 Vision Two Vision Two 就是 他的 而且 Vision One 是 有纪录以来 最 募集的资金 是最庞大的 是 100个Billion 这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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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巨无霸 以一个 区域的分成来说 100个Billion 就是超级巨型 那 当然 他 早两年 就三年前 已经是 那时候 他就想说 没有Vision Two 那 当时来说 最初的时候 也说到 那些 那些 都是 非常之 就是 会成为 其中一个 就是 Cornasone的投资者 那样 那样 甚至 他当时 就说 Vision Two的规模 会比Vision One更加大的 那样 那 当然 那时候 绝对是 风头一时无量 但是 去到最后来说 那 不单是 之前Vision One 那些最大的 投资者 都 那些 那些 都 有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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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Ko所图显示的 那些 其实很多都是 金融 还有 后来 有些 报道 就是 就是 Soft Bank 很多高层的人 那些 是要 就是 自己 自己合习一份 投资下去 而Soft Bank 是 而Soft Bank 是借钱 给他们 这些高层 是 投资下去 所以 其实 你可以说 是 糖水滚糖鱼 自己 那 所以 Vision Two 其实那个规模 当然 就 比Fishman 是很大 好像 如果我没记错 好像是40几个Billion 当然 如果以金额来说 也仍然是非常龐大的 但问题就是 其实大部分的钱 都是来自Soft Bank 入面自己的 那 这个就真的很大问题了 其实 我过去也说过 Gearing 这件事来说 老实说 你Gearing 如果你 就是你做杠杆 你杠杆 如果你是 真的是 你当然是 肥仔腿 但问题就是 如果你 万一 你那样的点石成金 的能力 没有了 来说 其实就是可以 是非常之大 OK 所以呢 如果你看回 你记得没错 是 Fishman Two 是40.4个Billion 这个单位 Billion 原来还有一个 是拉丁美洲的VC Fund 也有4.2个Billion 还有3个Billion 所以 总共用钱 钱就这么多 那钱的 就是 就是刚才说 阿里巴巴 对 ARM 英国那间 设计晶片 那间公司 亦都是 patch the shares for margin loan 所以也是抵押出去借钱 那 都有些钱 回来的 就是VC Fund 1 和2 加上 的一些 分派 亦都是 15.2个Billion 但是 跟它的支出来比 那就是杯水车薪 是啊 还有 还有 要说一说 其实呢 private equity 其实呢 那个 资产值 是很难的 因为 private equity funds 就不是一些 所谓的 private funds 就是不是 Mutual funds 不是那些 互惠基金 就是互惠基金 譬如我过去 就是要管理的 比如说强资金 那些 其实呢 因为我们的 有限投资 全部都是一些 Listed 的 Security 所以其实呢 就每天都要做 做那个valuation 全部都是 Open source 的pricing 去 Mult to market 就是以 市价去 去定的 但是 private equity 其实呢 因为它们有很多 都是一些 未上市的 而且这些不是一些 Open的 Listed的 就是没有一个公开的 所以 private equity funds 很多时候呢 它现在的 号称那个valuation 都是either a cost 就是它当时 是 那个 那个book cost 又或者 based on 就是最后一个 round的funding 那个时候 那个valuation 去做的 所以呢 其实呢 可以有一个 一个严重的 一个 那个 是 是 那 正如刚才 KHO所说的 你看过去一年来说的话 整个 就是一些 就是 proper equity market VC market 都基本上 都 都 都 那 那 问题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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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都仍然 就是可信性 有多少呢 那 就是这个大家 真的要想想 真的要 是啊 刚才你说 他就是 投阿里巴巴 Hello 大家好 你说他投阿里巴巴 那就是 你说他 你说他 就是 屎不撞棍 又好像是 就是 未必是有 那么 那么 但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 就是 无论是他好 或者是成哥也好 也都不要太过 神霸 他们就是说 哇 我就是 选中一间 很厉害 就是 看一看这间公司 就已经知道 它是会成功的 那 我相信又不是这样 其实很多时候 老实说 他当年 虽然说 二十 二千万美金 对很多人来说 都是很多的钱 但是对于孙正如来说 就不太多钱的 可能他都是 就是周围审 这间又投 投了一百间公司 结果被他爆了 加阿里巴巴 大家就觉得 哇 很厉害啊 你选股 但是其实 某程度上 都是一个 分散投资 就是二十八十的原理 那 诚哥一样 李嘉诚基金会 老实说 他投了多少 他投了多少 VC 做了多少 就爆了一间 大家就觉得他好像很厉害 但是 也都不是每一间都 不错 嗯 那我说了 诚哥 是的 我也想说你 你那个 快要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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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以党交所披露 那一只 强和 那 虽然说 我们那些 投资想法 都是扑扑清 一年二继 但是这个呢 我都是比较长期 都有留意的 嗯 也都觉得 其实在一个这么动荡的 试放当中 和在港股 其实大家都很偏重于 中国的 就是中国的股票 那其实 是一间很国际性的业务 那我觉得 对于分散风险来说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 现在 看回一个 Historical PE 差不多是 多少倍 多倍 多倍 是啊 5.9倍 Historical PE 然后 Yield 是5.1% 5.2% 那 其实通常 一些这样的 就是一些 没什么增长的公司 那 还有 你说5.2%的Yield 那 是Historical的Yield 那 可能是会 就是市场 可能是预计 他今年可能 就是盈利没有去年那么好 所以 派息可能会减的 那 所以才会给到 这样的 一般来说 但是 我见 就是 就是长和1号仔 那 今年 公布了上半年的业绩 咦 派息竟然还可以升 不是升很多 升了0.5 就是升了5% 但是 都叫做 叫做 那 至少 我觉得 以5.2%的Yield 来说 如果维持去年的 派息 我觉得已经是非常之好 老实说 那 盈利也是 就是 按照比例的升了5% 那 和往 就是之前 就是 长和 那之前 都有 说过他的业务 那 都是 比较 垃圾 有港口 有零售 有基建 有 那 亦都 不讲得太过 太过 详细了 因为要讲 就可以讲很久 逐个去讲 我应该 叫他的IR 就是上来做嘉宾做 哈哈哈 由他去讲好多 但是 如果你真的要讲 这个业绩的亮点 我觉得就是这个 财务 及其他投资 那 去年上半年的占比 是15% 今年上升到20% 那 看回变动 其实增长是47%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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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一塊 大家都知道 以前就叫做 Husky Oil 現在改了一個名字 我不記得叫什麼 Energy Canovus Energy 還是什麼 我也記得這個名字 雖然改了名字 但是主要的業務 都是在加拿大那邊 開菜一些油田 油價升到棒棒 那 Canovus Energy Canovus Energy EBITDA 還有EBIT 盈利 升了149%, 471%, 787% 就是這一塊賺了很多 那整個 財務板塊的EBIT 在說的是 57億港幣 那 只是Canovus Energy 都已經是差不多有 56億港幣了 基本上整塊 它的貢獻都是 來自於這裡 那 所以長和 我沒有去檢查過 意識 我不知道它這個業績 算不算是BIT 意識 我覺得 現在這個股價 它正在做5.2%的 歷史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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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上 那下半年的零售 其實都依然是 雖然是 消費很厲害 但是 我想它做的零售 多數都是一些 比較重要的事情 所以需求都依然是強勁的 至於港口那些 也會繼續有能力增加 Telecom那邊是 比較有規定的 但是我看到它們都在做很多資產重度 包括賣一些 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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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套演 所以整體來說 應該都是偏向穩定 如果大家不是 追求一些很刺激的事情 而是 短短短的 繼續收下息 應該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有時候說 是 我都說 拿著它的話 其實我又 從來不需要擔心 擔心 擔心 怕睡不著覺 我覺得 我就扔一邊 可以 收著五利息 我覺得可以 對我來說 絕對是 收貨 我反而 很有興趣 想知道 這個 這個 AMTD Group 還拿著 3%多 差不多 不知道 這個 長和 有佔多少 如果 以AMTD的市值 去到 Golman Sachs 去到 3%多 都很和味 那 你都知道 通常這些 這樣 爆心股 你 沽了3% 就不是這個 這樣 真的可以3% 你找多人 用現在這個 借了3% 我覺得 真是誠實 除非 他真的有很堅固的業務 所以 不用想太多 這方面 唉 我還很期望 他可以 賣完之後 派個特別股息 這方面 真的要做夢 拿著 放箱睡覺 你就發覺很夢 今晚的時間也差不多了 11點 差不多了 這一節也差不多了 OK 好啦 好啦 那就 謝謝阿T 下個星期 下一節回來 我們就做直播 大家有什麼問題 就歡迎 在各個頻道 都留給我們 我們盡量收集 就會一天回覆的 OK 好啦 那就感謝大家的支持 OK 大家多多保重 OK 我們下個星期Live見 OK 大家 take care 拜拜